他要求和我做一个亲子互动 就是我拿着这个flash card 让图当中他们还学习了地球上面水的循环 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Jesse的小宇宙 我是Jesse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美国公立学校第六周学习的内容 在影片的前半部分 我们会介绍美国公立学校正常授课的内容 在后半部分我们会为您介绍 Gifted Program美国天赋计划项目学习的内容 如果您还没有听说过什么是美国天赋计划项目 Gifted Program 请点击我的另一个影片 第六周第一个测证点 孩子们学习了天气知识 他们了解到了观测天气必备的测量仪器 比如说风向标 雨量表和温度计 Lily回到家很开心地跑过来 她拿着这个小袋子 里面装着这些测量仪器的名称 以及它的含义 她要求和我做一个亲子互动 就是我拿着这个flash card 这边是测量仪器 比如说Ringage是雨量表 然后她来告诉我什么是雨量表 她的含义是什么 以及怎么用 再比如说这个温度计是什么 然后由她来说出温度计的含义 这是风向标的意义 老师会给孩子们解释说 我们为什么要观测天气 因为不同的天气 可以决定我们要穿什么样的衣服 我们会进行什么样的活动 学生们还学习了一些特殊的天气 比如说Thunderstorm 雷雨 Hurricane 预风 Tornado 龙卷风 和Blizzard 暴风雪 在这张图当中 他们还学习了地球上面水的循环 如何产生降雨 如何降落下来 如何在地面沉积 如何又蒸发 如何又凝结成雨量 如何又产生降雨 我们来听一下Lily是怎么解释的吧 Water cycle Evaporation Condensation Precipitation Accumulation 在这个材料当中 我们会看到 如果降雨太多就形成了Flood 如果降雨太少就形成了干旱 以及这两种极端天气带来的后果 因为天气知识的学习是这一周的重点 所以他们还进行了考试 感兴趣的朋友还可以仔细来看一下 他们考试的内容 本周的第二个侧证点 学生们学习了如何描绘细节 细节丰富了我们的文章 并且它提供了非常重要 以及有趣的信息 首先呢 老师会给学生们看两段文章 并且要求学生们找出 他们觉得哪一段文章更有趣 更生动 我们举个例子来看看 在第一段文章当中 比如说Lily这里画了一个圈 A farmer feeds the cows 也就是农民给牛喂食 但是第二段文章当中 他不仅说了农民给牛喂食 而且还说了农民为什么给牛喂食 牛生活在什么样的farm里面 在第二页当中 他们又学习了一个新的文章 来描述番茄的 那老师让他们的练习升级了 要求学生画出所有的细节 这些细节是怎么说明 番茄是如何长大的 下面这里有一个问题 你要回答出番茄看起来怎么样 摸起来怎么样 并且上面的哪个细节非常打动你 你觉得很有趣 你把它也写下来 通过这个故事 他们还学习了复述的概念 那比如说加上s表示不止一个 表示很多个 seas flowers 在第三页当中 他们又学习了第三段文章 也就是面包的形成过程 通过这个第三段文章 我们要练习什么呢 练习做结尾 你来做一个结尾 加上一个detail 使得这个结尾更有趣 在最后一页 他们的练习又一步升级 要求你在头脑当中构思一个完整的文章 它的主题是什么 my favorite bread 我最喜欢的面包 你要选定一种面包你最喜欢 然后下面都是细节 比如说第一个细节 你喜欢吃的这个面包上面有什么东西 你是什么时候吃的面包 你在哪里吃的面包 和谁吃的这个面包 为什么你喜欢这个面包 你是喜欢怎么吃它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完整文章的一个构思 通过这样的训练 他们学习了如何选定主题 如何加入细节 使文章更生动更有趣 在第四周的时候 老师教了学生如何选定主题 如果忘记了这期内容的朋友 请点击上面的链接进行补课哦 在这一周的听故事学英文当中 他们学习的故事名字叫做 Wilfred Gordon 听完了故事 他们要回答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看看 在第六题当中 Why does everyone have a different definition for memory? 为什么每个人对于 Memory记忆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呢? 莉莉的回答是 Everyone has a different memory because we see different things 我们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通过这篇文章 他们还学习了非常重要的六个单词 老师要求学生要能够讲出 每一个单词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如何判断他们之后理解单词呢? 老师要求他们把单词的含义画下来 这个简直太有趣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单词 freckled表示这个斑点 他画了一个鸡蛋上面有点 表示鸡蛋上面的斑点就是这个freckled 然后呢第二个单词 Gently 莉莉画了一个手 所以表示他要轻轻地摸别人 他这个手画了一个圈 表示特写手要轻轻地摸到别人 第三个Memory 他画的是头脑 有点恐怖对不对 下一个单词 Aaron's表示 我出去办了一件事情 所以他这里画了一个market 他去超市买东西 然后Admire表示我很尊敬 我很喜欢 莉莉解释说他这里画的是他和我 我很开心 他把我画进去 接下来precious 他写的是gold 表示说这个石头上面有金闪闪的 这个发光的这个地方 说明这个是有黄金在里面 本周的第四个侧重点 老师会不断地给他们灌输一种想法 就是我们要如何人与人之间相互传递爱 相互帮忙 相互尊敬 相互respect 相互pass love 比如说我们不可以再践踏到别人的草地上面 不能够随便到别人的后院 别人的领地去玩 那我们同学之间要相互有爱 在这一周当中他们画了一个friendship pie 第五 在英文课当中他们还学习了春夏秋冬 并且画出你心目当中春夏秋冬的样子 第六项数学 这一周的数学非常的简单 没有学习性的内容 学生们巩固了数位 百位 十位 个位 并且就是百位数的相加和相减是怎样的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美国天赋计划项目 gifted program 在第六周的学习内容 第六周当中他们同样的进一步地拓展了 他们的比较概念 也就是不同事物当中有哪些相同点 找出他们的相同点 事物当中的共同规律 他们还到室外去观察不同的事物 然后让大家分别说出这些不同事物当中的相同点有哪些 不同点有哪些 很多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 你能不能找出这样子的规律 以上就是公立学校第六周学习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帮我点赞订阅并分享 也欢迎大家提出宝贵意见帮助我们成长 这里是Lily和Jesse的小宇宙 我们下次见哦 哦不要忘记点赞哦 点赞对我很重要 记得点赞哦 点赞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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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